大家好,我是爱与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一个数据告诉你 V3的马拉尼到底有多弱 还有夜兰还能比比 元神那塔5.1到5.3卡时紧急调整 兵器成立5.2入词 火神延期火后台无了 元神那塔5.1到5.3卡时紧急调整 兵器成立5.2入词 火神定位后台主C 那塔沙 作为最初5.0测试浮高讨论度的超模角色 在经过V3的削弱之后 真的老实了 马拉尼除自玄制的心终于碎了 这一次V3的削弱 直接让这个角色连基尼奇都比不上了 更别说和同一赛道的水龙王相比了 首先说一下削弱的结论数值 马拉尼目前对单的情况下 相当于0.75个水龙王 而且这个角色的机制手感和数值 完全都在倒退 未来可期是不存在的 除非出一个只立好于那塔的夜魂馆 不然水龙王一样可以喝到汤 马拉尼目前强化的鲨鱼 一口倍率78% 三口总倍率234% 大招自带一层天赋的情况下 能打出104%的倍率 但是由于马拉尼吃不到普攻增伤 所以需要减去1% 因此马拉尼一轮循环总倍率为303% 而水龙王的倍率为805% 得出结论 马拉尼的伤害为0.75个水龙王 如果马拉尼胜移物属性拉满 带精通属性词条 那么情况就会好一些 能够达到0.8水龙王的数值倍率 不过现在的情况是 马拉尼上线之后 压根没有足够的队友吃满拐 实战的情况下 只会表现更差 想超越水龙王 起码要等到西诺宁和火神登场 看他俩对于纳塔角色 会有怎样额外的加成才行 但是水龙王有个特点就是 即便不吃拐 单人能力也很强 鉴于目前新生渊没有限制属性 和队友的改动 因此在新生渊里 水龙王强度抵得上两个马拉尼了 而且测试服实战里 大佬用了马拉尼加万叶 加香灵加钟离 最终打出的DPS仅为6.6瓦 这个伤害级别 算是到齐版本的水准了 实在是没法和水龙王比较 就这还没有考虑实战手感差 转火困难的问题 所以 如果不是为了XB和大世界跑图 马拉尼可以放一放了 建议把眼光 看向目前已知的调香师和基尼奇 会更有性价比 原神纳塔5.0卡池越来越近 两位新五星角色马拉尼 基尼奇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后续纳塔几位新角色登场的安排 又发生了改动 就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0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官方早就公布 就不多说了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后续的5.1到5.3卡池 迎来了大反转 首先就是5.1卡池 新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早期的消息中提到 5.1卡池 会有两位新五星成女角色登场 分别是暴女希诺宁和成女恰斯卡 其中目前确定的是 希诺宁会在5.1卡池登场 恰斯卡并不会在5.1入池 而说起恰斯卡这位成女五星星角色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宾系成女恰斯卡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会在5月2日卡池登场 也就是说延期了 对于之前 想同时抽暴女和恰斯卡的玩家们 可能要再等上一段时间了 不过即便再有变动 也就是5.1到5.2的事情 个人感觉不会有太大的改动的 至于火神马威卡的登场 随着成女恰斯卡的延期后 火神的登场安排 也遭到了改动 最新的一版消息中 提到火神登场的时间 不是在5.2 而是延期到了5.3卡池登场 有关于火神的定位 貌似也不是之前提到的大幅 这么看的话 火神极有可能是火系大 C或者后台副C了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人神那塔5.0版本 越来越近 马拉尼基尼奇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5.0那塔的前瞻直播 预计在8月16日日和大家见面 到时候也会有300元时的兑换码 还是非常香的 还是非常香的 我还能给你码 不及了那些事 我也想听到